抽到托帕应该怎么配对 这其中配对又有什么优缺点 首先来看一下托帕上线前 最被大家看好了克托组合 克拉拉的防守反击看似非常契合托帕 但实际用起来效果却很差 主要原因呢 就是因为克拉拉和目前最适配托帕的辅助 艾斯达完全不达 并且克拉拉的反击完全看怪物心情 在没有大招的情况下 反击还必须打中有负债证明的目标 才能拉挑战着 体验感直线下降 目前最适合克托组合的配对就是克罗玉托 让两个C位都能吃到玉空的buff 这个配对在没有伏玄 生存压力比较大的时候还是很好用的 接着是讨论度非常高的紧托组合 具体配对为紧元托帕艾斯达加生存位 直接体验下来 紧托组合的输出还是很不错的 特别是对单精英怪或者双精英怪的时候 全身的伤害直接爆炸 缺点是少了前院的增伤和充能 紧元的大招回转比较难受 并且EQ新杂的时候也比较质疑一些练度 但总体来说紧托的组合强度还是有的 可以这么玩 机子的话比较依赖弱点击破 所以只在打火弱点敌人的时候强度合格 不过一般来说托帕打的也就是火弱点 所以托帕机子艾斯达生存位 这么组队也完全OK 最后说一下托帕的单C配对 具体配对为托帕艾斯达停云加一个生存位 停云也可以换成压压或认银狼 停云和压压不用多说 冲冷拉条增伤都是很强的技能效果 基本每个队伍都需要他们 艾斯达由于行计加18%的火伤 并且天赋的高额加弓和大招的加速buff也完美契合托帕 所以说艾斯达式托帕的专服也不为过 银狼则是因为大招的减防 不会被吸湿 并且自带高货能力 实际用起来托帕伤害也很高 总结一下 生存压力大就用克罗玉托 有紧援的可以用紧托组合 队伍总伤不低 对火弱点 杂怪多用托爱机 对单或者对C攻坚 就用托帕单C 下课 下课